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日香港多个地区连接发生怀疑毒狗事件 毒狗狂徒仍逍遥法外 另一众狗主人心旺旺 恐慌更扩展至港岛区 多处被人发现不明粉末 引起狗主人担心是毒狗的陷阱 由四月至今 已经有十一只狗仔怀疑吃了毒尼 在我们附近 粉岭的华明村一带 已经至少有十只狗狗怀疑 因为吃了毒尼死亡 真是很残忍啊 警方关注到虐待动物案件有上升趋势 警务署署长卢伟聪 在日出席警察结议会粗后表示 将由现时13个警区 设有动物专队 扩展至22个警区 每队约有五六人 动物专队成员 军属分区刑事调查队 要接受处理 虐待动物案件的训练 是非常专业的队伍 希望可以保护到一些狗仔 也都可以起到阻害的作用啦 嗯,嗯,嗯,嗯 田文,你又哭什么呀? 我会不会都吃到有毒的东西的 蛤?你不要忌人休天啦 你又不会乱在街边吃东西 那倒是哦 不过了解多点是好的 有些人喜欢在郊外自行 采摘野生沽泥及其他植物食用 你会不会这样做的 我当然不会啦 医生说不服用有毒性植物可能会致命的 对啦 医管局独理学参考化验室 近日推出一个电子版的香港有毒植物图监 临床独理学偷视 列出117种本地有毒植物特征 并结合了医学独植物学和独理分析学的资讯 供医护人员及市民在网上参考 我听说啊 常见引致中毒的植物 有断肠草 由市民采摘中药材的时候 将混习增长在旁边的断肠草一并采摘 而断肠草毒性剧烈 进食后会死的 大多植物种到个案由市民以为是可食用或有药用价值所引起 但只要我们不要互乱食用野生植物就不会有事了 你又干什么哭呢 我在想如果早点有这样资料 可能神龙氏就不会被人毒死了 今天的五家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